中瑶剧中文晓乐被形容像啄木鸟,自认为是小狼狗的他笑回,姿的眼神好饥渴。 三立电视金,24日,于台中中有百货举办三立华剧双戏剧粉丝见面会,《资的时代》及已读不回的《恋人》两剧中主要演员都出席这场盛大见面会,包括吴思贤、小月、中瑶、蔡黄乳、豆花妹、邱浩琪、朱志盈、夏和熙、黄珍妮、宋伟恩、 以及神影四韶管林、赖东贤、金爱勋及英诚西都出席。 两部华剧极为同时段收视冠军,网络讨论度爆表,活动现场极满超过1500位粉丝,除了两组演员人气超旺,就算是年轻演员也不输主角,蔡黄乳、豆花妹,就有感而发,感受到台中人的热情,以及三立华剧的魅力。 两部戏演员一路从台北坐大型游览车南下台中,中瑶笑说好像两组人马在办联谊会,在菜黄乳、豆花妹,带领下,游览车上顿时变成吃鸡大赛。 朱志盈之前在资的时代曾消失二级,这次回来特别兴奋,最搞笑是小三黄珍妮一脸心虚样,从头到尾就不敢坐在朱志盈旁边。 蔡黄乳、豆花妹,笑说细沙青半见面会轻松太多了,好像参加毕业旅行,不像中瑶出发前还在干戏,而秋好奇放下阴沉露阳光,笑说今天大嫂,只豆花妹,属于我,终于没人抢了。 自的时代昨,23日,晚播出沙发长戏,钟瑶情不自禁在吴思贤,小月,脸上到处乱吻,被网笑说想啄木鸟,钟瑶表示,我对男朋友就是这样亲。 自认为是小狼狗的吴思贤,小月,开玩笑说,死好直接,其实我在拍这场戏时就觉得他眼神好饥渴。 本周以读不回的恋人播出钟成汉,秋好奇兄弟俩迎蔡黄乳、豆花妹,大大出手,钟成汉认为秋好奇时代有目的接近蔡黄乳、豆花妹,两人在街上互殴,秋好奇恨哥哥恨得牙痒痒,演技大爆发入戏太深,久久不能自己。 自的时代,以读不回的恋人两部三丽华剧金,24日,合体于台中中有百货举办三丽华剧双戏剧粉丝见面会,活动现场尖叫声不绝于耳,几爆超过1500位粉丝,连马路对面都挤满人潮为观。 来此之前,自的时代剧中小三黄珍妮原本担心出场会被丢鸡蛋,郑公珠只迎现场大气回应,女人何苦为难女人,以前当小三是要进猪笼的,本宫今天心情好不跟奶计较。 活动设计经典剧情重现,两组互换身份玩乐,秋好奇与菜黄乳,豆花妹,演出资的时代环抱剧情,结果静一抱就不舍得放手。 乐德表示,今天哥哥忠诚汉没来,我终于等到机会圆梦了。 引来神明刺少,立刻亏他抱到宝。 而中瑶,吴思贤,小月,演出已读不回的恋人自行车之吻落落大方,中瑶摆出紫的态度猛亲吴思贤,小月,脸颊,现场气氛激进疯狂。 最绝的是两队合作大考验,每组六个成员统统统要站在一小块野餐屋里,神影刺少管林,赖东贤,金赛勋及英诚西史出浑身解数,脱外套后还护杯像迭罗汉一样摇摇欲坠。 而另一队朱志盈更卖力配合拖鞋上场,最惨的是菜黄乳,豆花妹,挂仔秋好奇悲伤很辛苦,结果还输,夏和熙竟出很招要他脱裙子受惩罚。